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曲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戏剧的特色 那什么叫做曲呢 它有广义 有狭义 狭义的曲啊 只要呢 现在你用声音有唱词 那么把它歌唱出来都可以算曲 但戏曲的曲啊 从它的原始来看 它是在宋元南戏才开始用这个戏曲 宋元南戏 它的歌唱的主题 是歌谣呢 小调呢 诗战呢 还是曲牌啊 是曲牌 所以戏曲的曲啊 可以说是一种歌唱 用曲牌来作为载体的一种歌唱 才能叫做曲 这是从我们来说的 那戏 其实就是表演怎么样 就是表演 那曲里边就包括什么呀 包括音乐 歌唱 文学 因为它的文学 要唱词 唱词曲要讲究文学 要歌唱 就是歌唱者的唱腔 我们和各位说过 腔调和怎么样 唱腔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 那这个音乐呢 又包括 这个作曲家 它的谱 还有契乐家的怎么样 演奏的衬透 所以曲 复杂性 相当复杂 那么戏 就唱 做 念答里边 主要在哪里 做和答 答就是武术 咒就是什么样 身段表情 这个念呢 可以说是介于 戏和曲之间 因为练把 推动剧情 但练把有没有丰富的音乐性啊 有丰富的音乐性 所以练呢 可以说是细和曲啊 这个 跨越两者的 这是各位呢 要注意的 所以古代的 戏曲 统大的篇幅都在讨论什么啊 讨讨讨计 讨讨计 还是讨论曲啊 讨论曲 几乎怎么样 不太讨论 表演 讨论表演啊 使 明代 这个开始注意 清代 明代 像黎元元啊 像这个 沈樱建古路啊 才会注意到 表演的这些 明代的所谓 本色说 谈本色 它问题都是谈 戏曲的 这个 曲的 语言的问题 其实本色 不只是戏曲语言的问题 这个 又是一个 前世相当大的题目 那拿这样的观点来说 请问 一个创作者 一个创作者的立场 他要不要 全面的去了解 这个戏 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啊 一个创作者要不要 全面的去认知 了解 体会 甚至要自己的独特看法 了解这个戏 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 所以 一个创作者 要不要懂得戏的部分 和懂得戏的部分啊 一个表演者 就是对戏和戏的实践 对不对啊 实践 如果一个创作者 不了解戏和戏 是怎么样 实践出来的 那么他编起戏 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带来的问题 挂一落腕 或者他只偏向于文字 结果编出来不能演 对不对 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创作论 事实上 也就是什么 表演论 创作论和表演论 是不是 就是 可以一体这两面 同样的 你呢 要 批评 你要鉴赏 你如果 不懂得鉴赏 你会不会有一种 正确的批评啊 就不会 因此你懂得鉴赏 你才有正确的批评 你有正确的批评 所以才会有怎么样 深刻 桌元性的 鉴赏 所谓批评论 一鉴赏论 其实又是怎么样 又是一体这两面 但是 不管批评 或者创作 其实 又都是相同的 你如果对于整个戏曲 不能真正的 完全的 了解 认知 你既不能创作 也不能鉴赏 也不能批评 同样站在演员的立场上 你如果 对于戏曲的全面性应有的 你也就无法 做第一流的表演 对不对啊 也道理是一样的 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戏曲啊 它自古以来啊 它自古以来啊 几乎呢 重要是在 这个 曲的歌唱 然后呢 也对于 演员的 那个 身段 的这个 表演 两者是重视 但是 唱不好曲的 你表演再好 不会成第一流的 所以我们常说 听戏 对不对啊 可见是听 是取为主 看戏 那是怎么样 看 舞台上的身段 杂耍特技 听戏高 修为高 还是看戏啊 看戏是庶民百姓 听戏是什么 文人学识 这是传统 这样来的 所以 看 听 事实上都是 哪一个人的身上 发出来的啊 演员 所以 演员 事实上就是 戏曲的什么 舞台的中心 舞台的真正操控者 艺术的呈现 是在 演员 所以呢 我们传统的是 演员中心的剧场 可是 自从1950年以后 中国大陆 正式设入 来这个什么样 戏改 改人改戏 改这个什么呢 改组织 等等 然后 发展出来 一个 影响 近代 很大的 就是 导演制度 导演的制度 导演呢 慢慢的发展成 几乎 权威性很大 而这个导演制度 是受什么样的媒体 影响很大 电影 没有一个好导演 这个电影 没有一个好导演 无法呈现好的 所以电影 可以说是 道演中心 他能够道演的好 有好演员配搭 就可以 可是我们的戏曲 其实是怎么样 原来是什么 演员啊 因为我们不必要 什么导演 为什么不必要 什么导演 因为我们有一套 表演的城市 表演的城市 在里面 什么样的 这个城市 观众 演员之间 就可以沟通了 导演也无法违背 这套城市 所以导演的作用 其实高还是低啊 低 所以才说排戏先生 以前叫说戏先生 要演出以前 所以说 你第一堂怎么演啊 呼气重逢 要哭啦 这样 他上台 人家就会演了 所以 传统的最多只是说啊 戏曲这个排练 对不对啊 最多在戏曲这个指导 就可以了 可是 1950年 没有导演好像不时髦 没有导演的违背制度 所以导演呢 就 慢慢的变成 掌控一切 权威非常的大 他想要怎么改剧本 他要演员怎么演 要演员怎么唱 舞台要什么样设置 一切 听命于我 所以我把它叫做 从此走入了 传统戏曲的 导演中心制度 如果我们碰到一个好导演 请问 这样的戏 就会怎么样 会加分 还减分 会加分 如果碰到一个 差的道演 那这个戏 就完蛋了 比如说我们的昆剧 他最好的道演是什么呀 昆剧演员 演而优 则道 这样的演员出来的 他自己有这个昆剧的 舞台艺术的认识 了解和经验 他的经验 这样的导演 这样的导演 一定可以 利用现在的这个 武查 现代剧场的观念 现在剧场的声光设备 他可以给他加分 可是如果碰到 用的是个歌舞系的演员 或者个话剧的演员 他完全不懂 这个戏曲 你说导演出来是什么 一定会话剧化 会歌舞化 就会丧失掉什么 丧失掉 传统戏曲的艺术美 艺术直性 我的《梁山不住英台》 总共 昆剧 我编的昆剧《梁柱》 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是上海昆剧团的沈彬导演 他是 自己演员出身 所以他导出来的 他觉得太长了 删掉一支曲子 两支曲子 或者 绝对什么呢 浓缩一点 把梁山不唱的前半 接上 朱运航唱的后半 因为有说一支曲子 有曲子有前腔 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 我也同意 就果然可以说 没有痕迹 还可以浓缩 同样也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 演员 他演丑角的 他大致也没有认了几个字 因为他演的都是 叫做边缘人物 结果他也来倒了凉柱 结果我看 我的剧本他完全看不懂 昆绪的基本规律他也不知道 他可以把前这个 戏一开始 梁山不一出来 就让他唱前腔 就让他唱前腔 什么叫前腔 他不知道什么叫前腔 他可以使这个什么呢 梁山不 十八相送以后知道朱英台是女生 要他去求亲 非常兴奋的 我们说什么 回十八 十八相送 回头 是再心再奔的往住英台的家里去 我编的是叫做 仿住新奔 新奔 很高兴的奔 奔去 我那个 取牌也用节奏快的 让他 一边走一边唱 带着这个 很兴奋的 这个四九 两个人 结果他倒演的是怎么样 开头 我当时看他真的要吐血啊 他说四九啊 我们现在呢要去访问这个住英台啦 你好好去收拾行李吧 他在家里啊 就开始唱 唱 那几支曲子把它唱完了 然后说 四九 好 我们出发吧 他根本看不懂那个曲文 没有每一句都是什么 我们不能用这种 避云天啊或者是 这个交园如何都提及 在这个 野外的景色 他却在他的家里把它唱完 然后呢 这是乱七八糟 根本不能看 还有被这个什么呢 来评论的人 把他骂了也批评了一塌糊涂 我坐在旁边很无奈说 那不是我的意思 那是导演改的 那是导演这么样做的 他坐在那边 中午也不敢一起吃饭 后来 可是他是团长的老师 所以最后请他又改 改了面前还可以演 实在很糟糕 亏得一个祝英台也漂亮 也能唱 这个梁三伯也是著名的小生 毫无作用 所以你看碰到这样的导演 上昆演牡丹亭 舞台上盖了一个杜丽良的龟房 窗帘一层一层 里边听到杜丽良在唱 我坐在第一排 我还这样 杜丽良在哪里 杜丽良在哪里 整个舞台 停台楼各 然后杜丽良好不容易 一层一层穿过来 才到舞台前面 演外人会说 你刚才 我都找不到你 你在哪里 你这样高高低低这么走出来 说曾老师 我那时候只小心不要跌倒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话剧的演员 的导演 来导演 这种情形就出现在大陆好些剧坛是这样子的 你们也可以看出我是极力主张这个现代剧场最多就是什么 要以虚为主 石稍作衬托 这个石绝对不能妨害虚拟象征 时空的流转 你看道元这么样有权威 演员的歌唱 他也要 要来干涉 能不能再培养出一个眉南方陈彦秋这样的演员出来啊 没有办法 因为他变成一个傀儡 核心的演员变成傀儡 他就不能以他的音色 发挥他了不起的精准的口法 也无法把他的唱腔发挥到淋漓尽致 因为他大体都在这个什么呢 尤其京剧 京剧原来CPR法也能可以自己发挥 现在CPR法常被什么呀 编曲的一个制约在里边 所以这个道元有这个问题 另外呢 五台美术 五台美术 五台美术也慢慢的开始嚣张起来 嚣张到 几乎整个剧场花最多钱 起码都花百分之六十以上 请问一个戏曲的呈现 五台美术只是什么呀 只是一个寸托的 背景的这个呈现而已 结果变成花最多钱 舍本足摸 所以各位啊 从这里来看 我们呢 现在以现代的这个剧场 来观察 第一要讲究还是一个剧作家 剧作家 剧作家创出来的文本 文本或者原创本 然后呢 被搬上五台以后 因为现在几乎都要到元重新 所谓没有被改过的事 不可能 我这一次蔡文基呢 他们不太改改我的剧本 有一些后边的 你们如果读原剧本 那时候我自己后来改的 叫 这个蔡文基 整个就奔向这个什么 说 孤君啊 儿子 我哪一夜 奔过去 对那个向往的最高境界 终于 这就当然是一种象征的空泛 和最身心疾疲的倒下来 戏就结束 他后来站起来 那都象征的 并不是说他又活过来 又开始 这个在剧场里面是可以如此 所以基本上他们改的很少 最后一场本来还有 省掉两支曲子 因为再唱下去 朱铭岭受不了了 再唱两支曲子 大家各位要多做15分钟 戏就太长了 所以这个我都同意 都同意 所以像这一次是道员呢 是最尊重这个 这个 这个道员因为第一次到 他本身人好 所以他能够 不瞒 不霸道 这个上下协调 那因此剧作家的文本 舞台演出的叫台本 台本 那么台本就是从原本在 阿渡创作 多少改动 然后有所谓解本 就原创太长 把它解下来 还有一种呢 就是像牡丹田 有55出 它的那个折子戏 大家都喜欢看的折子戏 一折一折的 把它串起来 再加一个过末演出 这叫串本 所以舞台上 你看看 像我的蔡文琦就是台本 也不是解本 更不是串本 这各位要留意 那你要观 要来批评一个剧作家的原创 可以呈现在舞台上的 剧作家第一 他呢 写的词 词的直性 是不是会太 鬼色 或者太理所 这都不好 而是要怎么样呢 生诞有生诞之曲 静口有静口之枪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物 就要用相同的语言 还是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 所以不能用亚俗来概括 而是要用 切合角色 人物 卡命皇 上台如果说了满嘴 都是蔡市场里边的语言 你们会说得了这样的皇帝吗 如果这个什么呢 一个老太婆 没有说过教义的 出来说的话 却四六文 精子 诗词 引用一大堆 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老太太是什么搞的 这个就是 批评 他的文字 第一 就是要合乎 角色 人物的 身口 该亚这亚 该数这数 该用的取调 亚的要亚 熟的要熟 尤其困惧 用的取调 是特别的难 你要 抒情的 和叙述的 和愤怒的 和悲哀的 和欢乐的 和游览 种种的取调不一样 哪怕是群体绕场 像蔡文集里边 有没有群体绕场 有 在什么呀 要 要反汉 的时候 整个队伍 有没有在唱啊 那个排歌 那一支排歌 就只能用在 行进绕场用 你如果 不是行进绕场 你用排歌 那这个 蔡燕勇的锣鼓都不知道怎么打了 要 要 这个曲牌的性格 你们看看这个 这个什么呢 董卓的兵 要报大丑 在聚场上 也唱了一支曲子 也合唱 请问这支曲子 是节奏快来慢的 要快 因为它在战场之中 战场之中 动作也快 什么也快 你怎么能够用一板三眼的来给这些大兵唱呢 所以这个叫出曲 这谁就用出曲 那这样 像第一场 当他们感叹 和黄帝灵帝的那个 的这个 的昏暗 昏庸 蔡庸 那曹操呢 又对董卓的这个 乱政 那这时候 两个人的情感是什么呀 是一个英雄的 和这个什么呢 自私的这种悲凉 所以 唱的是 北曲和南曲啊 就唱了北曲 就北曲 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用了几种这个乐曲 除了 戏曲 初曲的分演 还有在于这个什么 初戏之间 初戏之间 以外 还用了什么呀 还有南曲 北曲的分演以外 还用了 这个什么呢 一种鲲腔 鲲腔的歌唱 鲲腔的歌唱 就用 运文 是七言拮据 或者七言律师 这个来歌唱 因为它不是曲子 所以它是鲲腔 这个什么呢 银唱 还有时候加入什么呀 琴曲 对不对 琴曲 一场里边 要让它有一种变化 变化 使得 观众的 听起来 有不同的韵味 而不是同一个调调 从头到尾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 编剧者 他的功力 所以 编剧 一定要 磁力 是不是都要掌握得好啊 请问中国大陆 哪一个 昆剧作家 注意到这一点呢 他们有些还不错 还会去弄曲牌 但不管曲牌是什么性格 就乱差乱安 他以为只要有曲牌就可以 就差得远了 那有的呢 像我的朋友很有名的剧作家 也不说太事 他认为 只要把它写的长长短短 就是昏曲 只要长长短短 那个普曲的 几个人都说 普他们的真辛苦 这几个字我要去找 找哪一个安得上 所以 普他们一自己 做得很难 但是我的东西 他读了我的这个曲文 他音感音乐就出来 因为我们是 按照词牌的人工的音律 这个载体传下来的 曲牌的指写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剧作家第一要讲究 第二呢 他对于情节的安排 请问要拖沓还是要紧凑啊 尤其现在 当然要紧凑啊 现在的剧场 就两个半小时啊 你要有头尾啊 所以一定只能紧凑 你看要让 这个悲喜的 产生极高的冲突 我们第二场的时候 第三场不是 在这个什么呢 充如岁月 夫妻 母子 父子之间 游泪的喜悲欢 他说哎呀 我们今天好快乐 忽然间 就 一个换消息 就进来 然后呢 下边 休息20分钟以后 马上由谁来宣读啊 由匈奴的这个残余的使臣 三件事都不准 你看 这样读了几句以后 是不是中间许多情节都可以 意会了 也就是说他们 悲哀不悲哀 悲哀 他们有没有努力啊 很努力的要 要减少这些 结果都怎么样 落空了 所以马上转入怎么样 转入这个 要反汉的历程 所以反汉的历程里边 是不是这一出戏里边 很重要的一场啊 那你如果不让 就关 蔡文姬坐着车 路上这么走 就回去了 这就没戏了 对不对 没戏了 而且呢 场面上看起来也什么 也太冷清了 所以才想出来说 千里怎么样 伴随着 这个文姬反汉 中间呢 还有一个顿挫 就是来 纪念王昭军 来拜北王昭军 就是说在里边 绕场的时候 你看中国戏曲 千里万里就绕一下 就转量一下 就 嘴巴怎么缩 空间就变化多少 这个东西方没有任何一个表演艺术能想出这么了不起的啊 你只要唱是说什么啊 山山水水沉沉 光这一句话就表示什么啊 过了多少山啊 多少水啊 路沉一沉啊 最后唱了一说 三庭路里 这个什么啊 减两庭 那就是走了多少分之一的路啊 三分之二啊 三庭路来减两庭 这一句一唱啊 观众就知道 哇 已经走了三分之二 所以才到哪里啊 到王昭军那边啊 所以我们的唱词 动作配搭 这个整个情节就紧凑 可最后在那边怎么样 要入关啊 所有能不能车 好了 再见人不败了 就进去了 那又不行了 所以在那边要 有一个这个 去国离家 还是返乡返国 的这一种这个 增结 哭泣 不哭得稍微厉害一点 我觉得不必要 哭到那么 所以一个剧作家 他实力 第一要考虑的 拿吞曲来说 第二 他的情节的结构 要紧凑 第三 他排场 我们总共有六场戏 请问这六场戏 有没有一场相同的 都没有 如果排场 那你的汉下边就要我与你了 对不对啊 你这个 这个文字都不希望他从物 何况 呈现在舞台上的 如果从物不好 还有这个什么呢 重复 一个排场 重复 无外乎什么呀 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对不对啊 这种 情境不一样 情境不一样 还有呢 他的场面的 这个什么呢 热闹 或者是 比较这个 枯极 也要互相应称 也要应称 所以就排场 各有特色 不可重复 所以巨作家 其实是很难的呀 有了这些 你要从这来观察 观照一个巨作家 那么 其 就是 普取者 你在对这个 曲牌里边 他的歌词的 意义 情境 思想 情感 你转化成 音乐 让 演员 用唱腔 唱出来 他的声音 尤其他的 行腔的 那个 产生的 韵味 有没有 和 歌词的意义 情境 思想 相得益彰 如果人家 那个 曲文是悲哀的 你把它普通 完全是节奏轻快的 那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 一个普取家 他一定要用你的音符 使他深情 慈情 怎么样 相得益彰 我们这一出戏 各位 可以看出来 周琴先生 是 家学渊源的 所以 你看唱出来 他的音乐 唱出来 就和 和我写的歌词 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听 很好听就是从 好听就是 最主要音色 演员唱的音色 行腔的高低 强弱长短 顿挫 词情 生情 音色又美 第二就是 他含常在行腔的声音里边的 那个 生情的 是不是能够动人 能动人 那就好听 所以 周琴先生 周琴教授 他这一方面是成功的 现在常有这个什么呢 这个 又有一种音乐方面 不像以前 只有 锣鼓节奏 舒子怎么样 来配合 演员的歌唱爱 现在还怎么样 过场每个开始的 这种气氛的营造 还有中间的 这个什么 过末的 带动的 这个氛围 要把它生发出来 所以霹气呢 也会感染 整个剧场的气氛 常常看到的 这个 戏曲的霹气 常常霹气者 不这个什么 不敬业 脱懒脱他 剧本里面 没好好看 他就霹气 霹气的结果 常常 不是舞台 当时分为所需要的 你们觉得这一次霹气 是不是大体都相当好 那就是 那就是洪维柱的儿子 洪敦言 他是 德国 留学的 作曲家 又 我推荐给周琴 在苏州大学念 博士 所以是 苏州大学的博士 是周琴指导的学生 当然我说 推荐他说 你来配这个气 他的老师 也觉得顺理成章 而 他有两个敬业 第一 他把我的剧本 仔细读 揣摩这个 剧本里边的 氛围 他就知道 如何 用这个音乐的气氛 带动出 这个场面的 氛围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他监督 乐团 让他们演奏 他的这个 演奏 他的这个 配器的曲子 哪一个 不好 停 你从哪 他的耳朵可以 经过这样 几次的什么 有时候 他还从昆山 因为他现在 专任 是在昆山昆剧团 特别回来 所以有这样的敬略 使得他的老师 我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个大音乐家 叫尤昌发 像我说 永远 我 第一次 听到这么好的 一个配器 这个 这个最后 戏曲配器以来 他认为 这一次很成功的 所以你看 音乐 也要从 第一 配的这个 可以唱出来 能不能声情 此情 相得益彰 音乐 能不能诠释 歌词的意义 情境 思想 情感 配器 能不能营造 整个 每一处里边的 剧场的 氛围 所以音乐要从这里 去观赏 你们会觉得 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 这个我把 把这个道演 摆到第三位 因为在我认为 传统戏曲的道演 其实 并不是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认为道演 只要能够 使舞台 干干净净的 衔接 这个 剧情的 进场 流畅 就是他 很大的功耗 因为我们的 传统戏曲 有我们 表演的 城市 我们表演 城市 是建立在 虚拟象征的 基本原理之上 这一些演员都会 那么演员 又应当如何来 这个建设他们呢 演员 第一 唱 唱的功力如何 做 第二 念 冰白 有没有 然后打 打 不会从头 出来打到尾 所以打呢 就是 这个武术方面的 是他艺术里边的 比较清的一款 但是 如果是 属于武行的 或者文武老生 文武小生 刀马丹 这些他们 他打 也是 很重要的 他的特色 所以演员 你当然 唱 做 练 打 还有一样 实在是 很无奈的事 你父母亲没有好好好 把你 生的 俊俊俏俏的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那就是你的 伴相 朱明岭啊 这一次蔡文记 他本人不是一个角色家人 但他伴相起来怎么样 够得去 也能够 也能够 让人家觉得 他很像蔡文记 所以这个 伴相 也是 也是要考量的 而且啊 在古人呢 甚至于是非常怎么样 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要成为 绝 明绝 伴相不好 艺术再高啊 都 都拿你成就 那五台美术 就戏曲来说 只要用很简单 很什么 不碍言 又能够营造 那个 那个 整个舞台的 衬托 那个剧场的 那个情调 就可以了 这一次呢 虽然用的是我的主张啊 要用 以虚为主 以实来 这个什么呢 调和衬托 实绝不能 妨害到 时间 空间的 流转 时间 空间的 流转 否则 你再怎么样 都不行 你 再美观 都不行 而现在 大陆 最严重的 问题 就是 舞台上 堆积 可以太多不必要的 写实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李湘君在北昆园 我和那个道元差一点冲突 我建议说 哎呀 认识那么久了 你又是八十几岁的这个婚剧演员 也当过副院长 我一再建议他说 不要在舞台上就再盖一个小舞台 李湘君的这个什么面箱楼不要再盖在楼上 那个舞台已经过小了 你再盖的话 那演员怎么演 果然不出我手要 一出来我碰你 你碰我 怎么舞蹈啊 因为我们是歌舞乐的融合 演员的身段呢 是很重要的 可是 不听 在台湾 说了一遍 赵干 在北昆园也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常常 我在大陆 常拿这个来骂人 就骂出 有些人都暗中讨厌我 不敢当面讨厌 但暗中讨厌我 这个 不像洪辉柱 洪辉柱 温如雅 都敢说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他 可是 我认为这是 绝对不可以的 戏曲有戏曲的一个 基本原理 你违背这个基本原理 你整个戏曲的这个 就直辨了 它的艺术的执行就 不怕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所以我还是坚持主张 舞台美术 只是 莫解 它只是利用 现代剧场的设施 现代剧场的 声光电话 不妨害 时空自由流转的 悉尼象征的 表演艺术原理 而利用剧场设施 利用剧场的 声光电话 来衬托 舞台的 它的氛围 打个比喻说 火座张三 以前都是 灯火通明 就这样抓 这样跑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灯光弄 稍微 昏暗一点点 不能暗到这个漆黑 让观众都不知道 怎么抓了 你一定要 稍微昏暗一点 是灯光光弄 惨淡的那个 那个氛围 不妨害观赏的氛围 这灯光下 你从可以做到吧 你也可以训练演员呢 学习西方的芭蕾舞步啊 穿芭蕾鞋 那个脚尖的鞋啊 把那个裙子家长 让他怎么样 在地上脱啊 把他身上的魂帕 对不对啊 魂帕家长 这个什么家长 让他以芭蕾舞步 在怎么样 在舞台游走 是不是像鬼魂这么飘啊 有时候就往上一下 有时候往上 就好像飘了 也不妨害他舞蹈的美感 类似这样 有现代的这个元素 艺术元素进来 但不妨害我们的这个传统表演艺术 虚拟象征 跟五月融而为一的这个免学的元素 你当然是可以应用 所以不是拒绝现代化 而是如何融入应用现代化 不是拒绝舞台美术 而是舞台美术不能先兵夺足 不能挂算 就像我们也同意有道元 但道元是来加分的 道元不是来霸凌的 懂吗 不是来霸凌艺术的 所以这是现在呢 我们观赏啊 每一个这个什么呢 过程 这个团队的这个 艺术的总体呈现 各司其职 各司其任 财次会 一个这个什么 完整 而这个什么呢 可以说既健康 又圆满 的一种表演艺术 以上是我对于这个 我们现在观赏 这个舞台艺术啊 我个人的看法 我是站在 我们戏曲 他本身 的文学 艺术 的基 组织上 应坚持的 可以吸收的 就好像我说 表演艺术的整体 传统如果A型的学 你现在注入 现代的东西 也可以注入 现代的 A型的 水的因素啊 你也可以注入 现代O型的水 不是古人所有的啊 但是O型的水 和A型的水 它怎么样 也容而为一啊 你如果把整个舞台都用 舞台美术 把它占满了所有空间 弄得花花绿绿 那岂不是 你输入的是 B型或AB型的学一样吗 如果你用话剧的 这个理念 来导演 用歌舞剧的理念 来导演 这两种戏曲的形式 的基本原理 和美学手要讲究的 都不一样 请问你 硬要拿话剧歌舞剧 来叫戏曲演员 去表演 去实现 你不是在他身上 输入了 AB型和AB型的学吗 道理是一样的 哪一位先发言 从你开始吧 难得在看昆诀的时候 看到字幕 是会把那个称字 分十的字 就是分大小来 打在头萤幕上 然后这样子可以 让我们在听的时候 也同时注意到 它原本的 曲牌里面的 常段剧的安排是怎样的 好 还有呢 然后我觉得 那个就是 剧团他们派出来 我看的是 礼拜六晚上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等演員 真的有容易把這台戲的品質顧好 可是就像曾老師說的 我也覺得有的時候 幾個哭的地方哭得太誇張的話 有點妨礙到真正的那種難過的心情的宣洩過頭 然後那個作曲 他是我以前北一達傳系理論組的學弟 所以就是我那天很開心的跟他討論說 他怎麼樣接獲這次的任務 然後原來他就是也是真的很用心 在做這次的配戲編曲的部分 考了嗎? 我這次看戲了 然後最先注意到的是音樂的部分 就我覺得音樂部分非常好 那因為我本身不是學音樂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具體的說出好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他風格是很賽爽的 就我過去看昆劇的經驗會覺得音樂部分都是很溫柔的 可是本經驗是音樂比較溫柔 但是這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搭配著詞情 然後會覺得蔡文基是一個比較個性的 然後不只是一個悲慘的悲慘命運的人 而是有個性跟自己的勇氣的人 然後我也很喜歡他的小孩子 就那兩個小孩子的角色的性格 跟他們表演的方式 尤其是在草原上的時候 他們互相玩鬧的那種感覺很活潑 這樣 好 就是我本身是學音樂的 然後其實這個配器的作曲家 等於也是我被一檔的學長 所以我原本也開始在欣賞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是比較focus在音樂部分 可是其實欣賞完之後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劇情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講到文基歸漢 文基歸漢 可是其實真的很少人去注意到 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歸漢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是如他 是真的是他的心願 因為他在修辱那邊 他也生活了十幾年了 然後我們的夫妻之間的情誼 還有骨肉分離的情 其實是一直在 我們在讀蔡文基的故事 很少人會去提到的 然後我覺得音樂的部分 因為有了配器的編排 那其實跟我們看傳統京劇 的確是比較不一樣的 在劇情的襯托上的張力還有起伏 的確也是跟傳統昆劇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我欣賞完之後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好 大家說得好 我的專業也是音樂學專業的 那麼這一次非常有幸得到老師的票 好能夠去觀賞 這也是一個很意外很刺激的一個機會 那麼其實當天晚上我看完了之後 我自己寫了一小段文字 自己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第一次在劇場 觀看一部完整的一個戲劇 這是我有時候的第一次 我非常難忘 因為我為了回來 我們是凌晨頭天晚上 我們在台南藝術大學 有一個學術講座 我們就提前回來 凌晨12點 趕回台北 做高鐵回來 最後一班 然後看完之後的話 首先我背影 這個舞台的布置 非常的簡潔 沒有很多的裝飾 然後呢 對演員的出場 第一個亮相 就很驚訝 她的眼神和她的身段 這個神韵 非常的精準 然後她的服飾也令我非常 很精美的這個頭飾 還有她的服裝 然後呢 劇情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就是我覺得 揪注我們觀眾心的一個部分 六則戲 三則部分的話 我擠不到都有流眼淚了 特別是她的嬌兒寒 她曾經分別的時候 這個哭 哭的這幾場戲的話 是非常感人的 還有最後 在她似夢非夢的這種 奔向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的這一段 也是讓人非常感動的 最後我寫了一段是 一曲胡佳悲氣氣 行丹影之淚連連 家散人別分兩地 夢裡群情無人印 千古悲情代代傳 醉苦莫過蔡文綺 這只是我自己一個小小的感慨寫下來了 謝謝 老師好 各位同學好 我是觀賞禮拜五的那個收藏 那也像老師的那個詞曲都很美 就是跟以前看到的那個李湘君 還有那個梁柱的曲子一樣 都是非常的美 然後我這次看的時候 我自己的一個感受就是 以前的曲子會有滿多都是很動聽的 可是這一次在上半場的那個三個部分 就比較沒有那個叫耐聽的那個曲子 那比較耐聽的曲子就在出現在下半場 就集中在比較下半場 所以下半場到後來的時候 因為那天快結束的時候 也大概就將近 大概十點多快要十一點 所以就有一點晚這樣子 所以在後面的那一個第六場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說其實應該 或許可以再說短一點 不需要那麼多的唱曲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次 因為我也是一樣跟剛剛那個同學一樣 就是他們的服裝跟那個頭飾都非常的棒 所以我一直在找那個節目單裡面那個 服裝設計是誰 但是好像就沒有打出來 就是他們這一次的服裝非常的用心 但是沒有把那個設計者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昏味比較弱一點 筋味濃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謝謝 這齣戲我沒看 我請給這同學講 首先非常感謝老師的分票 有機會去欣賞就不行 因為我是舞蹈背景 所以我在看這齣戲的時候 可能因為這個專業的原因 我可能比較集中在演員的聖誕上 但是看完整部戲之後 我發現我集中的這個點 它弱過了我所看到的這個劇情的部分 就像請幾位農業所講的 可能最後更吸引我的是這個劇的部分 特別是在下半場這個後面三折 這個就是剛剛其實老師所說到的 有的那個蔡文基哭戲那一部分 可能是稍微有一點過 可能也是恰恰它的這點過 可能才會給觀眾留下特別特別深刻的印象 就是所以我最後看完這裏 我覺得蔡文基這個演員非常棒 不管是他在人物的塑造 還有他的這個唱腔 還有他的這個舞台的表演上 我覺得都非常的到位 可能也是恰恰是舞台演出的需要 我覺得這點過可能也是可以 也是比較好的 能夠使觀眾有更多的印象 能夠鎖定在這個戲上面 或者是對於這個演員的這個印象深刻的這一點上 另外一點就是 對我這個反處比較深的就是 現場的這個樂隊 他的這個音樂的這個伴奏 有了這個配契和和聲的這樣一個效果 他對於哄和整個劇的這個劇情 包括整個戲的這個 這個脈絡的向前發展 我覺得都是起到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推動的作用 就這樣 同學大家好 我看的也是第一手演唱 然後所以都是很承受的演員 然後原則上他們的表演 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我原本那天是安排我跟我一個同事去看 可是後來那天那個同事有事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學生跟我去 然後他只看過一次的坤去 然後然後當然他那天就跟我 就是中場的時候就有很多的問題跟那個回答 就包含剛剛有提到字幕的問題 然後還有他也看到很多包含老師之前上課有說到 關於角色然後轉換等等的之類的問題 他也會很厭異的 欸為什麼前面的那個曹操會是個 會是個聲之類的 像這種諸如此類的問題 然後也提到就是老師其實在用紙上面 可能會用到的一些 一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一些典故 像是紅藍魚啊然後等等 然後我我也 我其實因為我也是學音樂 所以我也蠻注意那個音樂上面的問題 然後我倒是覺得 雖然就是感覺得出來就是配器的用心 可是我不知道啦 我個人會覺得是不是太滿 就是每個唱歌完之後 大概過幾秒馬上去接音樂 然後就是他是很滿很滿的 就真的很像電影配樂一樣 就是一直不停的浪椅在那裡 可是我有時候倒覺得 其實戲曲裡面有時候的 留白跟安靜空場下來之後 年年的那個表現 其實那個氛圍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那也是比較戲曲的 然後就像剛剛也有那個同學講到 我也覺得就是包含我跟同學的討論 就是會覺得好像比較天向精華的 昆穴的表演 因為當然不是 可能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打理安排問題 或者是說整體樂隊的速度 或者是什麼的 就是沒有沒有以往我們看昆穴 這種模式這麼的節奏的緩慢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可是當然這也可能也可以帶進一些 對於心境不了解劇中的觀賞者 他願意進入劇場 因為他不會覺得這麼脫塌 對這是我的想像感想 謝謝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看完蔡文基之後 我首先第一印象 我覺得整個舞台的設計是非常的簡潔 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象徵虛擬的那種情境 是可以搭配各場次的劇情的那種氛圍 搭配燈光音響 我覺得舞台燈光音響配合的都滿好的 第二是在音樂方面 我覺得音樂方面 曲牌的安排是沒有問題的 在配器方面 就是剛才老師提到 洪敦遠的配器 面容剛剛提到太滿 那我的感覺是低音用的太多了 因為低音用的很多 所以底下往下低 那高音一定也要有 所以才會造成那種滿 就是配器上面那個音的密度 音色的那種色彩 真的是太滿了 很滿 真的是需要 剛才彥隆所說的 需要一點留白 那當然 敦遠也許才剛接觸這個 昆曲的配器 所以我也想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跟他聊聊 我也覺得 譬如說在下半場 蔡文基跟左賢王 還有他的已經死掉 那個兒子三個人 在那個情境當中的那一段 用了很長的一段 應該是洪敦遠他寫的音樂 那個旋律是不停的重複 但是就是只有重複而已 重複應該要有不同的色彩 比如說 越來越大聲或是越來越小聲 越來越快或是越來越慢 所以這方面的那個音樂的處理 好像是沒有去做到 好 那麼這個我覺得 可以再跟昆蓮去討論 那麼在演員方面 我覺得 就台灣來說 我們幾位演員 我覺得他們演的昆劇 是已經很有昆味了 已經盡他們的能力 在演昆曲 在唱昆曲 因為平常我相信他們 絕大部分的劇目 大概都是在唱金曲 所以難免那個金腔會 會常常出現 那我這次我的感覺 我覺得朱銘銘的 整個唱唱得都滿好的 可是我這次發現 他為什麼會常常在一首曲子 比如說唱到最後 然後突然聲音再去抖一下 去做一點 他要加花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還沒有機會 跟朱銘銘討論這個問題 似乎這個是可以不需要的 因為他聲音本來 就可以乾乾淨淨的 讓他們順暢的收掉 他在收之前 突然在加個讚斗的音樂 這個很多的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這會妨礙 聽戲的人的感受 那在觀眾的那個狀況 我也那邊也感受到了 這個悲淒的那種情境的表達 整個都呈現出來 所以真的很多人在哭 很多人在哭 我自己也不自覺的 也要有點累 那麼我覺得這齣戲看完之後 給我一個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老師要把人間平常的 最簡單的家庭的 夫妻子女之間的親情 和樂的那種氛圍 是要聽眾要能夠記住 要能夠就是說 很多大事要去做 但是最基本的這個家庭的親情 家庭的那種和樂 要隨時經常都要去 留意這件事情 這是再平常過的事情 但是看了這齣戲之後 能夠感受到老師要傳達給觀眾的 這樣的一種 是不是 這樣的一種 老師分享給大家的 老師的理念 好 以上就說到這裡 謝謝 老師各位同學好 我看的是 最後一天的部分 然後因為前面很多同學都有提到 就是關於有沒有崑溃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他是戲曲學院的金崑舉團 然後很多演員他們都是金劇出身 可是因為後來老師 或者是劇團他們也開始會去接一些 崑曲的崑曲的演出 所以才讓這些演員們也 跨個劇種然後也一起來演 所以那又加上我最近的這個 演出的論文的關係 所以我會特別去注意說 當明代他們在開始討論說 崑曲化的這個整個生育系統的 這個 就是 改革那時候也提到 也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閉口音 就是他們主張說 即便是蘇無語本來是沒有閉口音 但是他們 衛良府跟神聳 所以是主張說 必須唱出閉口音 這樣子的演員 讓你的韻文是收的更 更有不同的 就是鼻音韻文的收音方式 那我這次就非常的注意說 他們到底 我們知道他是金劇演之間 但是來唱崑曲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能夠具體的呈現出來 雖然老師這次的這個劇本 並沒有說用了整齣都壓到那個閉口韻 但是難也自終 劇中會有代表像 心中的心 這是很常出現的字嘛 那或者是很深的聲 深邃的聲 這種很常見的字 那演員能不能唱出來 我發現真的只有朱明琳會比較注意說 他最後的嘴巴會稍微合上去 但是很明顯的唱良強或其他的 男性的就是其他的靜啊、墨啊 我覺得我光看他的嘴巴沒有閉上 我就知道說 所以他的音就開掉了嘛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很少很少的地方 也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大家普遍聽起來 跟大陸那種比較專業的什麼上昆、蘇昆 聽起來會差力比較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雖然很少的點 但是可以從聽覺上就感受得到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就討論到 到底一個舞台上的演出 需要中國戲曲的這個流霸以及血液 到底要拿捏到什麼樣的尺度 才是比較符合觀眾的品味 或者是比較能夠精確的傳達 中國戲曲的美感呢? 那比方說像最後一出 蔡文貴她已經就是在夢中去思念 就是遠在天邊的那個丈夫跟小孩 那我們都知道說 安排丈夫跟小孩子出來 然後在後面就是動來動去 其實是文貴在夢中見到了他們 而不是真的重逢嘛 那那時候我跟我先生一致的感覺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是文貴的賭場 那理論上是以他主唱為主 那如果這個舞台想要讓他更淒美一點的話 如果能夠讓他的先生跟小孩不要出聲音 就只要有動作 也不要在那邊一直喊啊 他媽媽啊之類的 只是單純的讓他們 用動作的方式去配合 然後跟文貴在舞台上互動 那會不會這樣整場聽下來 觀眾比較不會那麼疲乏 感覺好像互相都在嘶吼對方 然後聽到我們覺得這麼累 那這也是我覺得可以 也許是導演他們在手法上有一些調適 那老師也事後有跟我解釋說 可能是怕朱銘銘太累了 所以總是要讓其他角色幫忙叫兩句 讓他喘一下 這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這個部分是 可能從我們觀眾的立場 會希望他再唯美一點 淒美一點 然後因為朱銘銘 他已經好幾場都帶著哭槍 在哭訴他悲哀或者是很哀怨的處境了嘛 所以最後一場是不是能夠用其他角色是以靜音的方式 就是不要出聲音 只有動作出現 然後讓我們意會說 他是夢中間 然後他是想念他們以前在大夢的時候的情境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然後另外老師說 這次的字幕的打字也是非常的用心 當然是我也也是非常仔細的注意說 他們這次打字上面是不是有真的是 就是把老師所要表達的取牌的格率啊 政稱啊 斷句都斷得很好 那我覺得 基本上應該是95%都是對的 但是的確有一兩個地方的標點符號 或者是小字 可能是還是有點小輸入的 那就是 以上是我的感想 謝謝大家 因為昆劇啊 他可以說 在歌唱藝術 達到最精度 最耐聽的這個歌曲 在表演藝術上 可以說歌舞樂啊 榮耀唯一的一種高層處的演出 在文學方面 他基本是非常優雅的 但是還帶有一種 雅中有一點俗味 俗中也要帶點雅 他這樣的一種綜合的文學 因為他 認了一種 這個 體制規律不同的運文學 乃至於民間文學 或者是 高文點策的 這個經典 歷史 種種 都可以 運用在裡面 所以 綜合文學 是無手不包的文學 當然 它是 以運文學 那個優雅的運文學 為主體 表演藝術本身 表演藝術本身 你看 韓科的 唱作煉塔 武術 都在裡面 歌唱藝術 很尼俗的小曲 非常耐聽的這種戲曲 所以 它韓科性 非常地複雜 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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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元 非常地廣 因此 每個人 去欣賞它 大概 都會 就自己 不同的 執行 不同的 修為 像剛才 好幾位同學都說 因為 他研究音樂 所以 特別 注意他所了解的 這部分 也因此 有些表演 有些方面 反而 注意的就輕一點 也就是說 因為它很豐富 所以 可以各取所需 對不對 各這個什麼 欣賞 所想欣賞的 這是中國戲曲藝術 西方 東方 比不上的地方 因為它 範圍廣 內涵 多樣性 而且又是有機體 裡面是有機體 所以欣賞 面面俱到 像我剛才講了一個小時 各位剛才說的有沒有 碰觸到 幾乎沒有碰觸到 我剛才說的那些 而就 針對自己 所喜歡 所專長 去評論 嚴格說來 這是不公平的 對不對 這是不公平的 但是 這是因為 這是 群體的觀眾 那麼樣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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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的 觀眾 必然產生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剛才說的 是你真正 要欣賞 你真正 要評論 就非如此不可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公司 一個是專業的 一個就是當作 觀賞 隨性的觀賞 來作演的 這是兩種不同的 尺度 我這齣戲啊 其實有三大指趣在裡面 第一啊 我一直相信 人世間最愉快的事 最豐富 最美滿的事 莫過於享受 親情 愛情 友情 人情 這事情 尤其親情愛情 可以 滋潤呢 這個 枯燥的人生 可以開闊 一個畢色的心靈 可以呢 使人生 不擺火 所以我強調 親情愛情 第二 就是 自古以來 我們中華民族 受到 這個孔子呢 一下之變 為管眾 武器 批乏 佐任 如果沒有管眾 來擋住 這個 其他民族的侵略 我們呢 也都淪落 變成滿儀了 所以 一下下代表 我們 漢民族 它是有分野的 當然 漢民族 是比較高的 漢民族 是比較醜陋的 沒文化的 這種觀念 自古以來就有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對於呢 這個 我們周邊的 少數民族 總是採取 一種 這個 鄙視的心態 所以 左賢王呢 被描寫 被 裝扮出來 一定是華臉 一定是華臉 對不對 五家十八拍 疑問最大 其他兩首 也都很難說 就是他的作品 因為古人和現代人不一樣 古人呢 常常啊 會為 比他更古的古人 來怎麼樣 來寫作 來圍造 他總覺得 我 我 名氣小啊 我替這個 蔡文記寫一首 大家認為是 蔡文記不傳下來了嗎 所以 尾書才很多啊 尾書才很多 所以 這種情況呢 我是比較 贊成 蘇東坡的觀感 所以 對這個 一下子變了 就自然清 何況 現在 你看 現在是一個 什麼樣的時代了 在台灣 還在那邊搞 主群分裂 對不對 這都很可笑的 很可笑 所以 當然我要 打破這個觀念 這第二 第三啊 我們常 洗淵不查 人人都會犯錯的事 以為 我的觀點都是對的 別人觀點都是錯的 尤其 我的觀點 又是 抱著一顆 自認為人厚之心 或者 自認為正義之道 而要 加在別人身上的時候 往往氣勢都比別人強 所以 父母親 我這麼樣子 讓你這個 兒子女兒 享受這樣的 這個 人間的 這個什麼呢 一切物質的 這個什麼 給你栽培的 無所不住 你卻要去考那個 藝術 藝術 藝術能吃飽飯嗎 你今天要去考醫科啊 那也是這樣子 要以自己的認知 宰治 自己兒女 朋友兒一樣啊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你聽我的話 你聽我的話 覺得對的 是不是常有這種現象啊 曹操 因為 和 蔡庸 亡年之交 又答應過他 所以他認為 把文基贖回來 這是他對朋友的道義 他完成道義 就完成他的人格 其實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 他忘了 文基 是不是願意回來 文基回來對文基有什麼好處 你官面堂皇的細漢書 能細嗎 所以 最後我叫曹操 孤獨落寞的時候 有句什麼 孤獨過的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句話啊 這就是要大家省思的 其實這三點呢 是 錯綜交之在裡面的 可是一般呢 親情愛情 大家看得出來 一下子變 我已經強調在 我是去國返鄉呢 還是返鄉返國呢 我是去國離鄉呢 錯綜複雜 你愛怎麼說都可以 但是 他最後說 我 真是感受到 我是去國離鄉 因為呢 這個西 這個什麼 藍天 什麼樣 已經沉沉莫彩霞了 那個彩霞的亮光在 藍天完全沒有了 可是西 怎麼樣 可是兇奴還有團圓業啊 兇奴才是團圓之業啊 各位有沒有留意到這樣的句子呢 這就是我只去所在 我真正的鄉國是有丈夫有兒女的地方 使我覺得生命有意義的地方 而不是你空蕩蕩的 已經磊亂已經殘破不堪 給我 我故意用的說什麼呀 朝命難尾 復命難尾 還有什麼呀 大家都笑的是什麼呀 文化使命 對不對 就是你要給文姬借口 壓迫他 誰說不出來呢 誰都可以有許多理由啊 現代社會不是都是如此嗎 這也是要 文姬一個若你 我短老做一個普普通通 你人都不可以嗎 我只是因為我父親是個大主 我是今天要扛這個 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這個死命嗎 我是個人啊 我要過一個真正的人 像這些啊 看一次不一定看得出來 但是一個劇作家 他如果用這個什麼 口白在那邊論說 論這個這個這個 演說一樣的 這個會不會動人啊 就反而不會動人 所以類似這一些啊 至於這個 這個蹭住啊 取牌 你看什麼公調 什麼取牌 我是藉著這個來教育 教育我們的群眾說 你看 昆句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裡面看不懂你就問 或者你去查 就知道了 封掉 取牌 取牌裡面有大字有小字 為什麼會有大字小字呢 當然好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你就說 政治是在板眼之中 小字是 就是唱的時候要輕啊快 但是有時候他譜的時候啊 寸字還是沒譜的輕啊快 有幾個地方 絕大部分都是 寸字要輕啊快 因為他只是一個 一個 營造 強化意義啊 這個 襯托的字而已 在音樂上 當然也要輕啊 還有這個所謂虛實之間 像最後一場 他已經刪掉兩支曲子 可是他裡邊呢 呃 剛剛在書房說的 音樂重複 使得這個節奏非常緩慢 對不對 緩慢 他 彷彿 這個什麼呢 夢 醒夢之間的一種精神的彷彿 所以想念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 如果說由他一個人 來叫夫君啊 這個嬌兒 他先生出來 沒有些微的呼應啊 就好像這個什麼 沒有一種心靈的一種 互動默契 但是我覺得還是夠了 為什麼啊 雖然 在 在哭 在叫的時候 演員是沒有流泪的 因為我們中國戲劇是什麼呀 是要 既投入 又能梳理 既投入 又能梳理 魏海銘 唱 朱英台枯木 唱了三支 這個 三支這個什麼 什麼山台啊 三千台的曲子 一支一支的唱 如棄如樹 只在淡淡的敘述他們的往日 敘述現在情緩 敘述現在的整個情境氛圍 襯托他的悲欺 照樣有很多人哭 對不對 他一個人在唱 所以這個感染 那也是有不同的層次 那麼在那樣的情境 哭啊叫 對通俗話比較怎麼樣 感染力就強啊 所以哭的人就哭一堆啊 就哭一堆 像三千台那樣的唱 哭的人就是 真懂得投入 才會感到悲欺下淚 所以這個雅俗之間 我前幾天 我倒覺得和一個朋友在談起來 英當啊 那個什麼呢 英當這時候 就讓 左賢王出現的時候 由他吹 胡家 然後背後 這個才胡家千古恨 因為胡家不只 不只這個蔡文貴吹啊 胡家蔡文貴吹 背後的也 也這個演奏出佩忌 演奏出 胡家悠揚哀氣的聲音 然後 他也聽到 好像他也聽到 這樣的一種呼應 更合乎這個場景 更合乎這個場景 所以許多啊 一齣戲啊 為什麼要 要主謀 要不停地來怎麼樣 不停地這個 這個 演一齣 就可以再修改一齣 你看 紐約百老會 貓媽 什麼中樓怪人啊 演出十年 我說 有幾個緣故 最重要的緣故 是紐約的觀光客 每一天 全球湧過來 都是新的 都是看第一次的 如果你去 紐約十次 我不相信你會去看十次 但每一天都有新的課 第二呢 他因此 他本身好 竹模好 這個演員會唱的會老啊 也培養新的演員 這樣不停地 這個創新 所以一個戲才能演那麼久 才會有口接悲 並不是這個 容易達成 尤其表演藝術是最現實 是最殘忍的 殘忍的 演完了以後 錄影帶看 還不是 不管怎麼不是現場 有距離啊 因為媒體不一樣 你有舞台轉換到什麼 螢光幕啊 轉換到錄影帶 那個都是劇場不一樣 所以殘忍就殘忍在這裡 可是 它是現代的藝術 你只好接受這個殘忍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各位以後看戲 不只看你知道那一部分